另外昨天晚上 军中受害者联盟的成员呢 也来到了万人白梯 凯道送中秋的晚会 控诉国防部还有军方 而他们背后的那个呢 公民之眼 上面的英文写的是 Big Citizen is Watching you 就是说 强大的公民盛会正在监督你 而其实 昨晚凯道上有超过20万的白山军 他们最初呢 是由数位谋面的39个人 透过网路键盘 一字一句打出来的 7月14号 这个来自各行各业的39人 组成了公民1985行动联盟 短短两周之内 就掀起了两波的震撼人心的白潮 这个39人 他们是分工合作 却决意要隐姓埋名 联盟的发言人跟联络人 都刻意只留下姓氏 不留全名 他们说拒绝媒体报导 他们的名字 是不希望有人借此消费得利 而联盟主张拒绝摸头 并且定调这是一场 没有个人主义的公民活动 联盟更把这次 公民运动的缘起 企划 检讨报告 以及经费支出 通通上网公开 还把网络文件取名为 第一次网络公民运动 就上手 他们期盼 这场运动之后 开头之后呢 台湾公民社会的能量 可以百花齐放 让政党跟媒体 见识真正的人民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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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